好 刚刚看到要寻求连任的台中市长胡志强 市政满意度退步了一些 让他很担心年底的选战 不说到了选战 今天在议会上就有绿营议员说 如果到了这个选战的时候 有国民党的议员会选 胡志强是不是也要退选呢 要胡志强签下这样的反会选公约 不过遭到了胡志强的拒绝 我要签这个退选 对啊 但是他就是说 民进党两位议员自制反会选公约 内容是如果台中年底选战 有国民党籍参选人会选 胡志强就得退选 胡志强打死不要签 胡志强突然动怒是因为 苏家全三个字吗 议员再提次 苏家全绝对比你更勇敢 你不会用讲的啊 是假的啊 你刚刚就说你先不要讲 那你要让我讲一下 你刚才用共的而已 连两人名字的英文艺英 都被拿来超级比比 苏家全就是Change 改变 Change对上Change 你对这一场 胡输胡输胡志强你要输啊 赖家伟议员自制海报嘲讽胡志强 如果再当选连任就是执政17年 到时候台中市民苦手毫无建设的台中市 就向王宝川苦手寒窑 赖家伟真的用扫把做出一个茅草寒窑送给胡志强 胡志强对于这个嘲讽道具一点都不生气 还要求放在桌子的正中央 也没有拒绝跟韩咬合照 或许只要不提苏家全 胡志强就幽默的起来 民事新闻 徐民航林基隆陈建华 台中报道